哈喽 大家好 我是Zing Gadget给人 最近一直在家刷网络的你 有没有发现越来越多身边的朋友很有才华 有时就出现一个很会组的 然后就有唱歌跳舞 再来就有美妆博主 而你还在看? 我今天就要介绍四款手机Apps 让你可以手机简介 无论从入门版到进阶版 各种可爱到神机的简介 都可以做到 第一款我要介绍的就是 Big Shot Apps 这款对我来说是比较简单 更容易上手 如果刚刚学简介的你 这款是很值得去参考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Dumblet 可以让你去选择 无论是可爱的 还是各种风格的都有 如果你觉得太多不会选择 没关系 先看它的Dumblet的视频 然后你再看看哪一个是你要的风格 选了Dumblet过后 就看到这个视频的时长是多少 需要用到的footage是多少个 你按进去就可以选择 你要的照片或者是footage 中间停顿点已经帮你跳好了 你不需要manual去挑这么麻烦 那整个Dumblet就很适合你要做highlight 或者有一些和平 就像我这样 还有一些自拍 可以做一个和平咯 除了照片视频太大也非常OK 这款App在美中不足的地方 就是不可以拿着watermark 我个人是比较硬进 真的是的确很容易上手的我 非常适合初学者的你咯 第二款是面包视频 那那那我讲的是面包视频App 不是你追面包的那种视频 这款Apps我很推荐给女生朋友们 因为整个风格就很少女和舒服 我都是边框啊 字体啊跟贴纸等 而且它的贴纸很硬风格 只适合那种少女啊清晰的小姐姐们 来我们看看画面吧 你看看是不是很美 但是唯一美中不足 就是不能放音乐 我觉得没有音乐是有点dry啦 可是找多一个App放音乐就好咯 就好像我们女生这样 开了滤镜 还是要后置美图的咩 第三款呢就是Record App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亮点 就是可以做Picture in Picture 画中画 怎么是画中画 就是同框里面可以多过一个画面 按右下角这个PIP 就可以启动画中画功能 就可以把两个视频放在同框里面 里面有更多Damel的选项 这个Apps我会特别推荐想要制作 Acabella视频的朋友们 因为同框里面有几个画面 你就可以一起还合音啊合唱啊 来来我们看一下效果 这个呢有点小缺点 就是还没有Undo的功能 的确是有点麻烦啊 因为你做错了的话 就是要重做的意思 还有如果你要放超过两个视频的话 就要另外付费 可是对我来讲 两个视频就很足够了的 因为我自己丢人办了嘛 第四个就是剪影 身边的剪接师都跟我讲 里面的功能相当齐全 平时有刷抖音的你 一定知道其实大量的视频 都是这个Apps active的 这款Apps都会推荐给剪接 有相当要求的朋友们 因为里面有很多素材 无论是运镜短场啊 Filter effect啊 还是有很火红的BGM 都可以找到 甚至你视频的音量调节 都可以做到 还有一点我很喜欢的 就是自动上字幕 可能很多Apps都可以做到这个功能 但我试过起来 仅仅这个Apps的准确度 是相当的高了 整个视频下来 你可能只需要修改几个字咯 对来讲不用一个一个字上 是非常方便的啊 还有很厉害的一点就是 文本难度 到底文本难度是什么 你一定听过的 你还这样子拍吗 我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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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这样子拍吗 看我打不打死你 你还这样子拍吗 看我打不打死你 就是这个啦 如果你不喜欢我刚才那个Series的声音的话 你还可以换其他的声音的 我看不到 你还这样子拍吗 你还可以换其他的声音的 你还换其他的声音的 我看不到 你还换其他的声音的 我看不到 你还换其他的声音的 我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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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刚刚跟大家分享了 四个手机Apps 无论是从简单到复杂化 我觉得总有一款是适合你 欢迎跟大家跟我一起分享 你的日常生活 或者你的一点小才华 还是你有用过更实用 更好用的Apps 欢迎跟我分享 我们的影片今天到此为止 我们下个影片见 Bye